你好 今天我们聊聊油管赚钱这件事情 我在几年以前做了这么一期节目 给大家介绍了油管官方 允许的十种赚钱方法 这个是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的 使用官方允许的这些方法 什么叫官方允许的方法 就是说他提供给这些赚钱的方法 但是他要收过路费 他要给你分成 这就是油管官方的赚钱方法的含义所在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 所以只要你有粉丝 这些粉丝你可以进行私欲的导流 你可以直接在评论区 或者其他的地方放上链接 也就是说非官方的赚钱方法 那就无限多种 包括坑门拐骗的方法都有N多种 所以这个概念上我们要弄清楚 就是油管官方提供十种赚钱方法 但是你有粉丝有流量 用什么方法把这些观众变成客户 那就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这样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赚钱是无限多种可能性 合法的非法的 平台之内的平台之外的 好 这些概念首先弄清楚 今天我为什么又来要讲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VitIQ这个频道 我看到他发了一个好玩的社区帖 这个社区帖 他就讲博主的目标 不是这些 而是这一个 VitIQ这个频道 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是做油管教学里头 社区帖发的最棒的 所以他经常有一些 真真假假 轻轻重重 有点好玩的 这个戏谑的 对一些核心的一些认知概念的 比较好的这个帖子 大家如果看我的节目的话 经常会看见我引用他们的社区帖里头的 一些话题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和讨论 好 那么这个帖子 他讲做油管的人 我们的目标是应该赚取广告费 广告分层 这个就是通常我们讲的 YPP这一部分 然后播放广告 油管拿45% 我们拿55% 这个是绝大部分人 小白最开始的这样 了解油管能赚钱 就是指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只要有播放 就能赚钱 就是指这样一个广告收入的分层 好 那么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这样 不要去搞这个什么 超级留言 超级贴纸 超级感谢 什么频道会员 别去折腾这些东西 这也是老的一贯的 这种 就是说看法 我曾经做了好几期节目 叫别去折腾油管的会员 很多人总是认为 还提供这样一个赚钱的方法 我开通一下子 就能赚到钱 为什么合了而不为 其实这里头的这个道道 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很多 好 那么这样像这种超级感谢 你把它打开以后的话 觉得是多一种赚钱方法 但是你会发现 正常的情况下 绝大部分频道是没有人给你打赏的 因为油管在DNA里头 从产生的第一天 它就是个免费的这样一个频道 如果讲在别的直播平台里面 从最开始就是以打赏为生的 那些平台里头 它打赏会成为一部分观众的 它的消费习惯 但是油管从来就不是 从最开始的第一天 它就是个免费的 知识分享的 这是娱乐共享的 或者是自我情绪表达的 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如果讲同样的观看的 这样一个消费行为的情况下 油管的打赏是最少的一个平台 反过来讲 它在观看量 流量分层 它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就是其他任何一个平台 从流量分层这个角度来讲 都干不过油管 所以做尝试评 做知识分享 如果你靠流量来分层的 那油管这个平台是首选的 那这个社区帖 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在油管提供的 所有的这些10种的 这个赚钱方法里头 这个是主要的东西 我们应该主要的是 做出有质量的内容 有播放量 然后广告分层 好 我为什么刚才在讲这个的时候 提到了就是 油管官方的赚钱方法 和有流量以后的赚钱方法 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来讲这个帖子 是在什么样的架色条件下 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 对的 如果你是这样 有油管这种赚钱方法的话 你的主要的赚钱手段 应该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做短篇有更多的流量 还是做长篇更多的流量 这两个不是一个量级 是一个10×100这样的量级 不要只看单单的播放量 做短片观看量 是很轻松就10倍 或者100倍的播放量 但是它的赚钱的能力 有没有是10倍或者100倍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权衡一下 我是用哪种方法 最后我拿到手的钱 广告收入会多一些 不要单看那个表面 那个指标 当这个及格分数 是从60分调成600分的时候 你就是590分 你依然是不及格 就这个意思 拿到手的实际数字的钱 这才是硬道理 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你要就是关注于这种YPP 赚到手的这部分的广告费用 在这方面顺带要讲一下 这一些的这个收入渠道的开通 都是500个粉丝 就是我通常开玩笑讲的 就是YPP的预科班 就相当于这个初级班 你到这个地方就办 就是达到进到了一半 一个大学里头的预科班 或者是重点中学 先在这个地方过渡一下 然后你达到标准再进来 这个地方有限开通 你赚钱的这种方式 而这种赚钱的方式 和这个广告分层的赚钱方式 有本质上的差别 它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钱直接来于你的观众 你的粉丝 而广告分层呢 是来自于广告商 所以这两个钱的用途是不一样 广告商 你不需要跟他们拉关系 你不需要跟他有任何的 这个合同啊 或者等等这些东西 反正你加入YPP 在我这边播放广告 我就开始赚钱 我跟那个广告商 没有这些的关系 但是这些东西的话 他要足够喜欢你 他才在直播间里打赏给你 看到你的视频 好 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打赏给你 或者是你在直播里头 不你在视频里面 或者直播里头抱怨 我这个视频又被黄标了 没有人给我给我钱 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见你可怜 人家像打发叫发子一样 给你几个赏钱 又这样子的 所以很多人 你看到很多人 老在那里哭穷 又是黄标了 赚不到钱 那请大家多多转发 实际上这某种变相的 某种变相的乞讨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这种做法 就相当于讲 你开通了YPP 还贴个二维码 接受打赏 我觉得 贴个二维码 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说 你就是通过广告 然后尤其是有的人 又在卖课程 又在卖服务的时候 还弄个二维码 在那边接受打赏 这就好像有点问题 对吧 好 所以这个赚钱的方法 是观众直接给你 直接给你的情况下 油管还扒你一层皮 收着30% 所以我为什么讲 这一类的东西 我讲你不要去做 这个频道会员 如果你真的有足够的内容 能撑得起一个会员区的话 你应该在第三方的平台 其他的地方去做会员区 做课程 做Patreon 那些网站 人家收的过路费 大概是5% 8%左右 你油管收30% 这有点狠了 所以这一块 其实很多人 当一个频道比较小的时候 介于500和1000之间 其实是根本没有能力 通过这种方式来产生 足够意义的金钱收入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非常激动 到了500以后 所有东西去全开 然后就进入一个非常郁闷的 叫做非常尚之尊这样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那么努力 达标了 然后又好像又有五六百的粉丝 平时都很 像铁粉一样 每戏都看 还常常的留言 还加以鼓励 然后我开通打赏 开通这些东西 又不来打赏 所以就很郁闷 你听起来好像是玩笑 实际上我看见好多同学 群友 就在这个阶段里头 他挺郁闷 完全没有达标的时候 他不郁闷 他斗志昂扬 他有赚钱发财的那一天 然后开通了APP以后 然后刷刷刷 整天就刷了后台 怎么没收入 没有钱 怎么这些人 说得那么好 怎么一块钱都舍不得打赏 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和真实现状 这些的落差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这是必须的 成长的痛苦 这个阶段 让你认清楚现实 我说两句不痛不痒的好话 没什么了不起 不花钱 但是真金白银 你要从用户口袋里头 从他信用口袋里 刷个一毛钱给你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要反过头来反思 讲我做的内容 对观众有没有价值 他有价值超过了10块钱的价格 然后他愿意付1块钱给你 这个交易就成立 因为他觉得他占了9块钱便宜 这可以 没问题 但是你指望他可怜你 辛苦了 老胡你辛苦了 给你5块钱买杯咖啡 这种人有没有 有 当然 但是你别指望 所以这种方式了胜于无 有没有意外情况 有没有特殊情况 有 我辅导的这么多的学员里头 就有两个频道 它是 就是这种来自观众直接的 这种打赏 超过这个频道的广告收入 他们的内容的特殊之处 他们的对内容跟观众之间的关系的 这个处理方法 不一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真实的效果 正常正常的 完全正常的情况下 是不应该出现这部分的收入 超过这种收入 那么 所以你要摆正 希望油管虽然给你提供这么多赚钱的方式 其实都是虎头蛇尾 所以我讲它 这些功能都做得不好 就这个道理 看起来很多赚钱的方式 其实是没有 所以结论是什么 你就忘记这些东西 你到油管上面来 就搞这一样广告分层 所以你把流量做上去 第一 第二 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刚才讲了 平台之外 你有人 你有流量 你有眼球 你有注意力 就有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你要 这两个东西提供给你的 要不做这个 做这个 你忘记这个 跳出这个圈子 在这之外去赚钱 做会员 这个会员不是这个会员 是你像老胡开的这个群 做课程 做服务 做教练 等等这些东西 跟这个平台没有任何关系 你只要做一个视频 告诉他 我有这个服务 然后这些人就会加你私信 你的群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是在平台之外的 而我一直讲过 平台之外的收入 要高于这个 最好你能够做到 你整个的收入 这个平台这部分的广告收入 在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二十 绝对不能让这部分收入 占你整个收入的 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 那你就不仅 永无出头之日 而且你永无安宁之日 因为这个钱 波动很大 你就超级郁闷 就是我上个月三十万的流量 赚这么多钱 这个月四十万的流量 赚的钱还不如上个月多 你会非常难受 所以你必须要考虑到 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流量 顺带 顺手把广告费用赚了 然后关键的是 要把这个观众变成客户 这个客户的转化的过程 那你就要越过这个平台 平台作为你的一个广告地 当你这样的人认识的时候 每一期视频都是你的广告 你会感谢油管这个平台 让你免费发广告 而且还给你钱 这个生意就有意思了 对吧 所以今天老胡跟你分享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赚钱不要去讲 油管拿十种方法 我没中的把它用进来 把它用好 别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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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就做有流量的东西 然后做真正能帮助到 观众的这个内容 然后有一部分观众 所谓的能帮助到他什么 他有问题 你有解决方案 那么有一部分人 他是一辈子都永远白嫖的 没有问题 但是这里头会有千分之一 千分之五 或者是百分之一的观众 他会成为你的客户 你就靠这赚钱就可以了 不要瞧不起 也不要痛恨那些永远白嫖 不让你赚一分钱的人 只有他们的围观 才能让你找到 引起真正的客户的注意 没有这些白嫖的人 没有这些围观的人 你的目标客户 也不会注意到你 所以拿出一份真心来 做内容 做的这个内容 对这些围观的群众 有足够的娱乐价值 对那些真正的客户 有足够的解决他实际问题的 这样一个展现你个人能力的 或者是你的个人的资历的 这样一个素材 所以一个内容一定是 外行要看到热闹 内行看到门道 这个内容才是个好内容 如果只让内行看到门道 没有热闹的 你就不会形成为观 没有为观 那些只看门道的人 根本就看不到你这个节目 油管不会把你节目 推到他的面前上去 所以两个都要兼顾 就这个道理 要有热闹 要欲教于乐 就是傻傻的观众 看起来挺好 听懂得鼓掌 然后那个潜在的客户讲 老胡真有点水平 我来找他 这个效果就达到了 而且顺手 你把油管的广告费也赚了 你讲这样一个模式 好不好 优不优秀 good不good beautiful不beautiful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就跟你分享 这么一个底层的 这样一个认知 或者思考 想通了 跟油管成为好朋友 不要去抱怨他 你免费使用他的平台 拉客 而且他还给你奖励 天底下 真有这样的好事 好好用吧 谢谢 这就是老胡今天的分享 明天回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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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